带您关注的是加州资源回收以及循环再造部门Kill Recycle 今天上午在蒙特利公园市市政厅举办废机油绿油器回收宣传记者发布会 蒙市新任市长梁乔汉以及部分周边城市市长议员们到场为这次的回收活动做支持 收看我们以下报道 这项活动由蒙特利公园市、申改博市、南帕萨丁纳市、柔斯密市、天普市以及核桃市一起联合举办 这次的活动其中一个目标是要消除市民普遍认为汽车应该每3000英里更换一次机油的想法 根据不同的汽车公司所生产的不同车款换机油的间隔也会有所不同 但如今普遍的机油寿命都超过3000英里 申改博士市议员廖清禾表示 废弃机油里含有毒素市民千万不要随意排放到下水道 这次回收宣传活动的宣传影片以及资料中显示 废弃机油含有重金属 更换的机油没有妥善处理 将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一加仑的废弃机油将可能污染100万加仑的饮用水 换下的汽油绿油器里面通常还留有一些机油 会污染环境 必须回收妥善处理 这次由六个城市合作举办的活动 将涵盖整个深盖博谷地区 环境资讯管理公司John Hunter Associates 公共关系专家安妮常表示 这次的宣传活动除了在传统媒体上做宣传之外 还专门设有Google Plus页面 为市民讲解废弃机油回收的重要性 这次的campaign最大的不同是跟以往的traditional media 因为我们都是focus在报纸上或者是radio 那这次我们因为有这个Google Plus的page 那我们就把所有的媒体的部分 我们所produced的PSA 还有一些commercials 将来还会有一些主题的新闻的部分 然后我们都会 还有一些events 因为将来这两年之内 还有另外一个 还有其他的那个recycle的一些活动 我们都会把它们放在这个Google Plus的page上面 这项环保回收计划将与加州认可的回收站合作 以一加轮40分的价钱回收一般家用的废弃车机油 这项计划将为期两年 至2016年4月为止 天下卫视记者马俊采访报道